所以這隻角色為何會被官方或角鬼玩家認定做T0的角色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莊的頻道 我們玩灌籃高手 今天官方也推出了一個新的資料 就是清田信長 海南第一名球員終於要誕生 而官方也透露新的通行證會在6月29日登場 而當大家累積到指定的通行證積分 就可以獲得清田信長 而今次的通行證會到8月2日截止 時間方面有十分充裕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隻角色推出之前 我們做個簡單介紹 看看清田信長為何會在綠服上那麼出名 也是一個T0的角色 好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要看看它的屬性 而這隻角色進攻 主要著重於扣籃和上籃 還有中頭 近頭和3分都是比較少使用到的 而另外它的通用屬性 而傳控它也有90 可以提升我們全球的穩定性 防止對方抄折 而彈跳也可以幫助我們搶藍板 以及左攻的高度 藍板左攻干擾搶折就比較平均 這隻角色也可以幫忙做搶藍板 以及做一些左攻的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它的伴系統 伴系統因為其他的海南角色都未推出 我們只會有流川風和清田信長 而這兩隻角色也會有彈跳和扣籃的提升 所以大家如果玩流川風 不妨可以升這隻清田信長 另外還有潛能 潛能方面都是比較通用的潛能 會提升中頭命中率 抗擾、傳控、彈跳等等 所以大家如果想多升一隻角色 例如使用仙道、長谷村、流川等 其實清田信長的潛能都可以使用到 另外我們簡單看看它的技能 第一招就是 反身背扣屬於灌籃技能 第二招屬於防守蓋帽 是十分實用的 第三招是瞬間突破技巧突破技能 第四招上攬技能 瞬間上攬 第五招進攻 扣籃技能 也是這隻角色的核心技能 最後一個比較特別的技巧突破技能 這招技能也是可以幫忙做一些協防的技能 核心技能有三招 第一招就是大招灌籃技 第二招也是格扣灌籃技 第三招還有順接上攬 屬於上攬技 這三招的進攻技能 令到這角色很多樣化 而防守有兩招 第一招就是蓋帽 第二招就是猴子跳步 如果我們的隊友 不夠時間做一些防守 也可以透過猴子跳步 幫忙做一個簡單的干擾 而最後是突破技能 可以令到這角色有多樣化 天賦我們會有一個次序 首先第一招 建議大家升的就是瞬間上攬 第二招 大招反身背扣 第三招格扣 第四招 第五招 第六招 可以因人而異 為何我會把 非人蓋帽和猴子跳步優先升呢? 因為一開始已經升了三招的進攻技能 而防守方面 想提升多一點 優先升了蓋帽 然後再升猴子跳步 最後升後切順突 令到這角色有多樣化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招 第一招建議大家升的就是順接上攬 也是這角色的核心技 第一招就是跳步格扣 這招屬於灌籃技能 大家也知道灌籃技能 如果要Block 其實也有少許技巧 以及要白拉時機 而這招最大的賣點就是 當接到球就會瞬間灌籃 說到灌籃技能 通常都會有少許延遲 例如赤木 魚鼠也會拉拉手 才會做灌籃 而這角色最不同的點就是 瞬間可以使用灌籃技能 要防守他 其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反應 當對方的手一舉起的時候 就要馬上跳起Block他 到第二招就是換手上籃 大家如果用格扣多 就可以轉一轉換 用換手上籃 令到別人根本也想不到 你當時是用格扣還是換手上籃 因為他的使用範圍都非常遠 另外還有一些天賦 例如接球距離、使用範圍、干擾率、扣攬命中 都建議把這四招技能全部升光 干擾率、接球距離、使用範圍、扣攬命中等等 好 說完進攻這兩招核心技能 然後說第三招 背身背扣 第三招核心技能 反身背扣也建議大家升滿 我們先看看這招大技的核心技能 就是大迴環 在底線飛身做出大迴環的步扣 而天賦有兩招也要升滿 第一招就是每使用扣攬技能 獲得能量值加1 我們升滿他就是每一次扣攬 可以獲得能量值加3 再加上出風頭 技能能量值加20 這角色很快便可以使用大招 使用範圍我覺得不用升也可以 首先我會把技能能量升滿 以及這招新的大招大迴環升滿 然後再有多技能訓練卡 才會再升後面的使用範圍 第三招我會升的就是格扣 格扣也是他第四個核心的進攻技能 格扣有兩招 超級格扣 以及順特格扣 拉到很遠的範圍 然後做一個格扣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格扣技能已經有3招 第一招就是超級格扣 第二招 順特格扣 第三招就是跳步格扣 是有3個不同版本的 如果大家要守 根本也十分困難 當然格扣的武點其實也一樣 也是當他拋開球 舉手那一刻 準備頭籃 那一刻才能撞到 但是大前提 你要猜到他究竟是用哪招的格扣技能 所以格扣技能我都會把這堆天活升滿 而去到最後也是加格扣命中率 使用範圍也可以升 不升也可以 而最後的抗擾率 抗擾率也建議升 好了 那我們最後就說一說防守技能 防守技能優先我會升這個飛人蓋姆 飛人蓋姆也可以提升 蓋姆高度 被撞飛機率和無球跑動 被撞飛機率的天賦可以考慮不升 因為這招天賦的定義是防止對方衝撞的時候被撞飛 如果大家想Block一些大招 例如赤木、鷹木等等 可以考慮升滿被撞飛機率減10% 而無球跑動也可以不升 因為這招技能的發動條件就是 蓋姆成功會快點落地和快速地反應向前跑 快點撿到地板球 但是通常大家使用蓋姆招式的時候 撿地板球都會透過另一隻角色去幫助 而蓋姆招式建議升第一招 太天真 可以提升蓋姆的機率 而第二招 撈魚就可以不升 因為這個技能的定義是封蓋身後的頭籃 除非你的背部是面對對方 你才會使用到撈魚 如果正面去做左弓 實用性也不太大 另外我們再看第五招 猴子跳步 建議第一招 猴子跳步 我想我們可以升滿天賦 就是冷卻時間 蓋姆範圍 因為我們使用了猴子跳步 是會令蓋姆範圍提升的 有點像長谷川的加速技能 也是可以提升我們蓋姆範圍 另外可以提升突破的仿賭率 猴子跳步也可以升滿 那幫我們向前跳一小步 會快點做到一個協防的狀態 而蓋姆就是使用完猴子跳步 再用蓋姆就會提升了蓋姆範圍 可以蓋姆超遠的對手 好 那我們看看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大家如果覺得進攻手段不夠多 都可以考慮升滿 但是他的技能 我只建議大家升這招 轉身速投後撤步之後 還會做轉身再割出頭籃 如果大家要捉 除了捉他後撤步的位置 還要捉他轉身的位置 而這個技能也是其中一個核心的進攻技能 但是大前提如果要升的話 就要先升後撤步速投 先可以再升這個轉身速投 所以後面天賦抗干擾 突破被阻截機率 這個可以考慮不升 那突破仿賭率大家都可以升 而最重要就是升了這個中投命中率 總結這隻角色是一個多樣化的角色 他是比劉川峰更加實用的一隻角色 大家看到他進攻技能的多樣化 是相比於現時的角色詞來說 是最慢能的一隻 在防守方面也有飛人蓋舞 還有一個猴子跳步 這兩招也是十分適用的防守技能 所以這隻角色為何會被官方 或者被角鬼玩家認定做T0的角色 原因就是他真的很多樣化 如果大家想多練一隻小錢 我覺得這隻青田信仗 是必定大家需要練的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令大家知道 這隻角色的不同的進攻手段 還有一些防守的招式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按鈕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